我有一個出口就是說 因為他會想像自己是王寶川 跟薛民貴 所以他想像跳出去之後 他會讓自己好過一些 有點逃避 但是他又讓他 反正他也喜歡唱歌曲 跳出去就會 就是讓自己 就像我自己以前小時候心情不好的時候 我唱唱歌 我的煩惱會其實會暫時忘記 就像這種轉移一樣吧 我也是有一種存疑是說 真的有師姐這麼包容性這麼強大 他老公可以從結婚十幾天開始 十二天開始一直到往生那一天 每一天喝酒 我覺得換作任何一個女人來說 其實是一個滿難熬的日子 可是他可以做到 我那時候的確是有點存疑 陳婷他本身的個性很硬 然後要跟他溝通 要他去詮釋一個比較雀弱 比較懦弱的 是 這個性比較難一點 那跟他溝通了有一段時間 也是因為演員跟導演之間的信任關係吧 那他接受了我的講法 那相信我能夠把他詮釋成另外一個人 我覺得每一個人的性格當中 可能多少會有那麼一點點的陰暗面 對 那我覺得剛好恰如其分 我剛好適時的在演 蜀芬這個角色當中呢 把我內在了一些小小的一些情緒 或是一些比較偏向他這方面的特質 把它給引發出來這樣 坦白講 我們編劇在做所有的田野採訪的時候 其實有一點非常重要是 我必須客觀 那同樣一輩子嘛 他看了 看到碑拔 另外一個人是看不到碑拔的 所以我一定是每一個人的面向我都去問 問了之後最困難是在於本尊不在了 那本尊不在了我覺得很多事情他會含冤默拜 這是我們最不願意去讓他發生的事情 了解 你知道我的想法 是說我自己看不到 就要說話了 就說就對了 插插這樣就對了 那個心理上 很瘋狂了 他就是讓我那個 心就是說他在等的時間 用不到時間你知道嗎 對七點等到九點還要在那裡等 你去讓他感動到 對啦 由秀琴主演的《暢快人生》 描述的是板橋朱章玉師姐的故事 我就想說我敢不敢也去做魚賺錢 這樣喔 阿玉就一減力過了 阿玉師姐自幼貧困 卻有一對樂觀知足的父母 他們教育阿玉 不論遇見何種挫折 都要微笑快樂過每一天 你們阿玉 我早就去找村長酒美食 我中山什麼都沒有 好 到後年 等到王龍小姐娃車 真的是散心優勝 阿玉 在同事介紹下 阿玉認識了綁鐵工人朱武雄 相信自己是王寶川的阿玉 認定朱武雄就是他的薛平貴 天氣 不要太熟悉了喔 那是什麼事 你來香港人叫我 沒想到婚後的生活 武雄因為工作受挫 鎮日喝酒 阿玉也真如歌仔戲中的王寶川 苦苦地帶著兩個孩子 獨守寒瑤 寒季不怕落土暖 只求吉祥代代堂 臨心甘客有時 風如果過了 就開了 爸爸 唉唷 稍等了稍等了 以前那個 唉 笑的 怎麼沒去啊 然後為了春起佳季 阿玉師姐開始賣楊樂多 一賣至今三十多年過去 天生開朗愛唱歌的她 逢人就唱 接觸慈濟之後 更是處處唱慈濟歌 與人結緣 今天的節目中 我們也將看見楊樂多媽媽朱章玉 信手拈來出口成歌 飾演阿玉的表演工作者秀琴 也為我們演唱了一段勸勢文 精彩的節目馬上開始 那我覺得一切就是最自然最自在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